东气齐和亚三大 谁会是新赛季的NVP 当越基齐三座NVP加深 同时身旁又有卧龙莫里奉出威臊的情况下 新赛季的绝境已经不用期待了 球队战绩必然会有不小幅度的滑落 所以新赛季的NVP首先排除越基齐 再者就是塔图姆 凯尔特森阵容过于豪华 这就导致了无论球队取得什么成绩 塔图姆的贡献值都会被稀释和低估 这么多年始终无法进入NVP前三候选 新赛季应该也不例外 所以新赛季NVP第二个排除塔图姆 这恩彼得那是不提也罢 骗了一个NVP意识极限 再加上他们得罪了二格 费城的气运已经到头了 恩彼得要担心的是 新赛季到底能打多少场比赛 因此昌海横流浪淘杀之下 新赛季NVP的唯一二候选 我认为只有亚历山大和东基奇 那么他们二人究竟谁能更胜一筹呢 我先说结论 我认为亚历山大将会是新科NVP 首先从球队方面来说 雷霆队常规赛战绩将是毫无争议的西部第一 上个赛季霍姆格伦还是新兵蛋子 三少率领的雷霆已是奥利西部 本赛季三少更加成熟 又补充了卡罗索哈腾两位实力汉将 从阵容深度和均衡度来说 雷霆也是西部顶级的存在 再加上他们各个年轻超长续航 西区第一 甚至是遥遥领先第二的战绩 将会大大提升亚历山大LVP的概率 而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说 亚历山大攻防一体 稳定性十足 将给予人类30分精华 也更容易受到评审团们的青睐 而东基奇方面 他的个人表现我不担心 六年生涯五个一阵 上个赛季更是荣英得分王杀入中决赛 解决单体的综合实力来说 我认为东基奇就是联盟第一人 但麻烦的地方在一独行侠这支球队 现在他们拥有了自己的卧龙凤楚 丁卫迪克莱汤姆森两员猛将 他们普通而自信 季前赛也是大放异产 一个投出了29.6%的超高命中率 一个投出了24.1%的逆天命中率 他们两个人的投篮表现 甚至被胡人西非诺布朗尼压了一头 有这么两个雷队 独行侠新赛季战绩 我很难有所期待 记得这名教练 他也是非常喜欢试验阵容 再加上独行侠的选秀权 已经被罩了个七七八八 想要交易升级阵容 已经不太可能 我只能说新赛季冬季季有福了 战绩无法保证 甚至可能出现下滑的情况下 那MVP也就不用想了 除非冬季季场均50分 否则很难跟雅的三大竞争 因此 2024年4月21日 缩球界的颜值天花板二哥正式预测 NBA新课MVP 将会是雷霆队 雅的三大 N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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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